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配上柠檬之后很爽脆 客人一口一个 这一颗还没吞下肚 老板已经把下一颗递在眼前 别以为在旁边看事不关己 一不注意一颗已经塞到嘴里 现在有辣的 很酸 跟很像油饭 非常好吃 这道土耳其街边小吃 有个中文名字叫做淡菜香饭 顾名思义就是淡菜和饭的结合 吃完之后老板数着旁边空壳 依照壳的大小区分 一颗大概三到十块台币 如果依照土耳其人习惯 一次至少吃个二十颗 就要花费大约两百块台币 这位土耳其全名小点 可是全天后都尝得到 到了晚上 小摊子集中到夜店或酒吧门口 通常男生喜欢在狂欢前 先来上个十颗 二十颗 能不能让他们更有雄风 大概只有吃过的人才知道 他们这路边小吃的淡菜 其实要找到他们制作 非常不容易 这间店非常神秘 而且现在是晚上时间 他们才在制作 我们求了非常久才让我们拍摄 已经剥开的淡菜 简单泡水清洗后 就算是备料完成 这道料理真正高纲的 是香在中间的饭 把大量洋葱倒到锅子里 用油小火焖煮到软烂 煮个十五分钟后 用煮炖饭的方式 把生米直接倒进去翻炒 接着加入各种胡椒 肉桂粉混合出来的香料 炒到充分入味后 最后倒入大锅水焖煮二十分钟 就是淡菜香饭的内馅 再靠着手工 把饭弄成一口大小 包进淡菜壳里 就是路边看到的淡菜香饭 每一个晚上像这样的淡菜制作 藏在土耳其各个巷弄里 这家每天制作三千五百个 天亮后就卖给各个摊饭餐厅 而且一定卖得完 庞大的需求量下 让一丝淡宝的黑海岸边 形成了一个淡菜聚落 每天早上只要天气许可 这里的人就出海寻找淡菜的踪影 有些渔船有自己的潜水服 就靠他们穿着简单装备 跳下海徒手捕捞 因为孩子的淡菜会粘在岩石上 或是集中在石头缝里 只要找到对的石头 就能够在短时间内大丰收 但当然不是每艘船 都有钱雇用潜水服 所以撒网捕捞是最传统的方法 只是这一往捞上来 一个淡菜也没有 出海一个小时 我们搭着这艘船徒劳无功 这里家家户户都靠着处理淡菜为生 连小孩子都相当熟练 就好像台湾南部的养科人家 大大小小都会破啊 把壳打开 壳肉分离 淡菜肉不够完整的 就拿去做淡菜香饭 完整的就供应到餐厅做料理 不管是哪一种淡菜料理 土耳其男人都开心的 大口大口吃下肚 淡菜在土耳其 已经写下一页传奇 也成为全球游客 争相朝圣的经典土味 我把他们做的 都切双顶 都切双顶 地桨